各位同學好 我們來看這個減協運動的題目 那它這個是 有一個x隨著時間變化的圖形 位置隨時間變化的圖 那這個圖其實它一開始在0的時候 是最大值的 跟sin函數長不一樣 sin函數的話是0的時候最小 這樣子這樣子 這個是sin函數 那0的時候最大這是cos函數 所以其實它就是像這樣子 這個x of t 就是6乘上cos θ 但這個θ這邊我們會把它改成 一個ω一個數字常數乘上時間 這個ω剛好會對應到參考員的角速度 待會我們再做解釋 就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呢 這個函數它是位置函數 它是在6和-6之間來回的 所以我們就會寫6乘上cos 一個cos的函數 因為cos的函數是在正1到-1之間來回的 最大值是正1 最小值是-1 所以這樣就代表 位置最大是6 最小是-6 好然後周期 我們又可以從這張圖中 直接看出周期是8秒 因為從6的位置 6公尺處到下一次到6公尺處 是經過了8秒 再到下一次6公尺處 就經過了8秒 所以我們先把第一第二題寫出來 第一第二題就是6和8 那角頻率就是 其實就是指這個 等數嚴重運動的角速度 在減弦運動的時候 我們稱它角頻率 其實就是這個ω 好 那 是這樣的 這個cos 它是以2π為一個周期 所以2π乘以N 就會等於這個ω乘以周期 其實不用乘以N 就2π這個數字 就會等於ω乘以周期 因為經過一個周期 經過一個周期 當這個 當這個小時刻T 它是一個周期大T的時候 那這時候 那這時候 ωt 就會等於2π 所以 這時候 cosθ 就會等於 1 cosωt 就會等於 等於1 這樣子 好 所以 所以才會變成說 這個 ω大T 就會等於2π 所以 所以這裡其實就也出現了 等數圓周運動的 學過的式子 就是 角速度會是T分之2π 那 這裡的角速度 其實就是參考員的角速度 參考員的概念 可以看前一則影片 好 所以 在減弦運動的情況 這個參考員的角速度 我們就稱為角頻率 那角頻率的公式就是跟 角速度的公式一樣 就是周期分之2π 所以 第三格就是 2π 去除以8 所以是4分之π 那 最下來第四題呢 接下來第四題就是 最大速度 那根據我們上一則影片呢 我們可以用 參考員投影法 由參考員投影 或是說 沒關係就寫出來 參考員投影 就是可以知道 它的速度 vx就會是 負的 v 然後乘上 sin 然後 ωt 這樣子 那最大速度的時候就是 當 後面的 sin 是等於1的時候 有最大值 因為 如果只看大小的話 只看大小 不管方向 當然就是 最大值就是v 參考員的切線速度 所以 當 後面的sin 是等於1的時候 有最大值 那 它又 等於 等數延續運動的 切線速度 所以 就可以寫成 ω 那 所以就會是 正幅6 然後去乘上4分之π 所以就會是 2分之3π 好 最後第五題也是類似的 就是一樣從 參考員的 這個投影就可以知道 最大加速度 就會是 向心加速度 乘上cosθ 這裡θ 換成ωt 但其實不重要 因為 最大值就是 在cos那一項 等於1的時候 有最大值 好 那也就是等於 rω平方 所以 就會等於6乘上 4π的平方 就變成 16分之6π平方 也就是 8分之3π平方 那這裡要稍微強調一下 就是 我們會發現 當它的位移 它的 後面的 位移的三角函數 這一項是cos的時候 那加速度的這一項 也是cos 然後 可是速度這一項 就變成s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位移這邊 它一開始 的三角函數 是sine的話 那加速度這邊 就會變成sine 那這個 速度這邊會變cos 就是他們會有這樣的一個 對應關係 那它的原因就是 因為上一個 影片 我們上一個影片 這裡有一張圖 就是因為 位移和加速度 它的方向都沿著 參考員的半徑 都跟參考員的半徑是 平行的 不管是位移還是加速度 加速度 就是向星加速度 所以它也是指向 圓星 那位移也是從這個 也是半徑的投影 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 θ會 這個 加速度的投影 跟位移的投影 都是乘上cosθ 可是呢 這個速度的投影 速度的投影 就是要乘上sinθ 好 所以這題就是這樣做 要自己注意一下 這個 位置 它一開始是 從最大值開始變小 還是從0開始變大 這個就會造成說 它後面的三角函數 一開始是cos 還是sin 好 然後 加速度 抱歉 位移 跟加速度 後面的三角函數 會是一樣的 但前面會差一個負號 位移和速度 的三角函數 會是相反 一個是cos 一個就是sin 好 謝謝同學